号称是国内最小的追踪器今天上市了 这是属于个人携带型 结合了GPS卫星定位 所以可以传送接收远在一万两千公尺高空的卫星讯号 万一小孩子被绑架 或者是有失智老人走丢了 如果身上都佩戴着这个追踪器的话 就可以轻松的把它们给找回来 您这些一个不留神 小孩就不见踪影吗 或是害怕失忆的老爸爸老妈妈走失吗 利用这款远远追踪器 就能轻松掌握您所关心人的动向 只要在碰到一些比较不好的状况 或紧急的状况的时候 它按住紧急按钮两秒 家人就可以立刻收到紧急通知的简讯 它可以上网去追踪 这小孩现在位置到底到哪里去了 这款新产品具有GPS卫星定位 和语音通信的双重功能 不但很聪明也很轻巧 重量只有90公克 但在被追踪人的身上 即使距离再遥远 都可以用手机所传回来的地图 清楚知道它在什么地方 而这款新上市的卫星追踪器 目前定价在两万元左右 虽然不便宜 但对于担心小孩被绑架 或也犯了老人痴呆的家庭来说 应该会是个好帮手 东西新闻英文阵梁家民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